好,大家安安,我是魚恩 本期呢,我們照樣來聊世紀帝國2 這叫什麼來著?世紀帝國2決定版 錄到後來有點語不認識 好,那我們來,在本期我們就來聊孟加拉 孟加拉是上一個DLC 就是印度王朝的新增的文明 他算是把印度的這個文明 做細切割後的一個結果之一 他只能說是結果之一 因為我們還有曲折羅和達羅匹都還沒聊 就是整塊印度大陸上的幾個文明 孟加拉他是其中一個 孟加拉他的定位在官方是大象與海軍文明 而孟加拉比較特別的點是他有一個戰車 這個單位算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文明的加成 第一個是他大象受到額外傷害減低25% 除此之外提高他的抗招相能力 這可以使他的相兵吧 我印象是多一層類似像中恆信仰的科技 就是他多了一層抗 但這個效果嘛 我只能說大象還是大象抗性 對抵抗招相抗性原本就沒很高 所以你說相夫會不會被招 該被招走還是會被招走 他實際上沒有想像中的強 就是這個效果有 但你遇到僧侶你還是不要拿你的戰相去開玩笑 就是你的 不論是你的毛相夫還是你的相公命 就盡量不要看到僧侶也不跑 因為普遍的狀況還是會被招走 好 然後接下來他的第二個加成 是每升到下一個時代 他的村民中心會額外給兩隻村民 這個比較特別的點是你的 升時代是你當下升級完的時候 你有幾個市民中心他都會給村民 他好像不是僧原本的市民中心給而已 所以這個在城堡時代擴增到帝王時代時 會有一定量的用處 但在1對1的賽局 上帝王時代你最多也就兩到三個TC 所以這個加成不算很有感 雖然說上封建時代 你和其他正常文明的開局的情況下 你上封建時代多兩個村民實際上還是會有一定優勢 因為有不少的文明他實際上前期沒有那種生產村民的加成 這個有一點用但感受幅度對於某些玩家可能沒有很大 而且他有機會讓你卡人口 這個大家要注意 他這個生村民他還是會卡人口 接下來他的第三項加成 他的騎兵對毛兵的攻擊加熱 這好像是先前的buff 就是讓他的戰車系打毛兵的傷害實際上也有提高 甚至他的相兵線 我們看到相公兵對於毛兵的克制也會變好 這個要看人對於某些玩家來講 可能他會覺得收益不明顯 但對於孟家來講我覺得他是有一定收益的 畢竟他的戰車還是一個可以當作主力單位使用的情況 現在他的第四個加成 他的船艦每分鐘回15點的血量 這回的有點少 但對於孟家來說他打海圖 這15點的血有時可以讓他的村 讓他的漁船或者是我們看到戰艦有一個合理的搶修時間 就是你有時候你可能船艦受了一些傷 你回到碼頭之後你緩慢回復 實際上還是有機會把血量補個至少一半滿 甚至有些漁船如果你沒有一次把他抓掉 他可能割個兩三分鐘血量又補回來 這算是一個好 有用但整體相對無感 因為目前的賽局圖打海戰的比例沒那麼高 但那彎就是環海的 就是周遭一圈海那張圖的玩家還是有 所以這一個船艦每分鐘回15點生命值有一定收益 但可能沒有像某一些造船給船額外給血量那種感受來的有感 那就是抵抗騷擾和續戰能力會變好 另外這也是後來他有一次改動給 就是他的生女給近距護甲加三 遠程護甲加三 這讓孟加拉的生女真理的 在城堡時代他的生女的硬度實際上還蠻可以 就是他比較不怕弓箭手和騎兵的騷擾 當然他還是怕親戚兵 這個大家要注意 生女對親戚兵的抗性 就是親戚兵對生女的家人傷害還是蠻有感 所以你還是盡量不要讓你的生女和親戚兵去做一個交換 一定會虧 就普遍的狀況是一定虧 除非對面是拿什麼 兩三隻親戚兵 然後換你十幾隻生女 那不太可能 正常情況下不太可能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盡量還是不要讓生女受傷 他這加三點 近方三點遠方 有點像是以前羅斯的一個銀貫科技 叫東正教 有點像 孟加拉人他就是有點像自帶一個東正教的效果 至少不用升級費用 讓孟加拉人可以選擇 產生女去做一個招向的戰術 這個還是可以玩 因為孟加拉本身他的戰象不弱 所以你可以選擇戰象配生女 然後去做一個潛壓 所以成本有點高 當然 之前我看了一下天梯的一些比賽 有人這樣玩還是有成功的 就是這個戰術是有人成功的 就是戰象配生女 當然這個可能不是主流 好 特殊單位的部分是戰車 他是一個兼具馬工品系 和我們看到騎兵品系的一個單位 這個在城堡 其實我會再來提及 特殊的科技第一個為派 但是我印象他不應該翻譯成派 他好像是一個戰輪還是什麼的 就是他是一個特殊的武裝 而這個效果可以讓官方給他的效果 是讓戰車和大象單位的攻擊速度提高20 這使孟加拉的毛相夫是這遊戲最恐怖的戰象之一 就是最恐怖的毛相夫之一 因為畢竟我們波斯的戰象是公認最強的 然後我們這一幫象兵弟弟們當中 孟加拉是公認強的之一 因為還有另外一個文明 就是我們看到的高冕 孟加拉和高冕的戰象是應該是這遊戲的毛相夫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以科技和文明帶來加成來說 他們倆應該是第一名第二名 大家應該不會有很大的意見 然後精冠是大聖佛教 這個效果可以讓村民和僧侶的人口佔用減少10% 也就是你每10隻村民只佔9的人口 但缺點也蠻明顯的 第一個點是孟加拉的 這一個戰術的前提條件是你的村民的數量要多 所以他的理念有點像是你100 你100位村民只佔90的人口 你110位村民只佔99的人口 你可以用更多的村民去供養你的軍隊 但問題是物資消耗量還是大 所以這個大聖佛教他要看他的升級費用多寡 來看他的強度到底如何 這個算是一個大家可以關注的地方 就是如果未來大聖佛教他的升級成本有下降 那對孟加拉來講一定是後期有變強 但如果沒有下降 那可能強度我覺得就差不多是那樣吧 應該不會強多少 好 團隊加成的部分就是貿易單位除了生產環境之外 還可以加10的15 這可以讓孟加拉人對食物的需求變少 當然這只影限於團戰 因為單挑圖玩4級吧 就是有4個邊角好像有4場的那張圖的比例並不高 所以這個科技也是團戰型的科技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兵工廠 他的兵工廠很可惜沒有三級防 三級步兵防 除此之外他有橡兵防有近距離攻擊力 有強力護腕就是三級射和攻兵防 整體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步兵防 相對的比較可惜一些 來看軍營的部分 為什麼我說他沒有三級防很可惜 就是因為他的軍營線科技很奇 然後這一次我印象在上次的改動當中 又給了他攻擊又給了他軟甲 結果他沒有三級步兵防 你帥搞笑了吧 就是你所有科技該給都給 然後結果你沒有三級的步兵防 對於步兵文明來說 我個人不負責任的說詞是 步兵文明我覺得三級防比三級進攻重要 就是你如果以要把 部隊當坦克為定位來說 你沒有三級防實在還蠻慘的 當然啦 孟家可能有些玩家會說 啊我有橡兵 可是我覺得也對 就是孟家可能他還是要圍繞著他的橡兵 去做一個戰術搭配 所以導致他的步兵沒有三級防 就是你給軟甲但你沒給三級防 你可以給我三級防 我不要軟甲 就是如果以選擇上來講 當然有些人會說 但你城堡時代你還是可以裝甲塔 就是你可以封建時代裝甲塔 你知道城堡時代還有軟甲還是可以騷擾 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 畢竟目前的META是這樣 畢竟未來會不會為 就是延續現在的這個狀況 讓軟甲費用還是100的食物 100的紅金這件事情真不好說 如果官方等一下Kimoji不好 又把這個價格可能長成150輸 150黃金 那可能現在的賽場又會有變化 所以我覺得目前尷尬的點 孟家他沒有這個三級步兵防 稍嫌可惜 雖然步兵原本就不是孟家人的一個主戰單位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射箭場 他射箭場科技算滿齊全的 畢竟就沒有馬功嘛 但取得代之而有相公 相公是印度王朝之後 從原本的印度寶兵被拆下來 拆分下來的一個變成紀錄單位 他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厚重的工兵 你可以這樣想 他就是一個比較重裝的工兵 或者說是比較厚重的馬功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血量 整體來講他的血量230點實際上是很硬的 甚至他的同等數量的情況下 那他對抗騎士也不太會輸 就是你如果一樣讓他成型 就是可能大家都是十幾隻騎士配 對上十幾隻相公 相公只要願意拉扯 只要騎士很難獲得優勢 這算是一個情況 而孟家是可以玩弓兵的 雖然他沒有拇指環 但他的小弓戰術是可以玩的 因為有時有些玩家會以為說 你沒有拇指環 那我就不怕你的弓兵 但如果孟家這個時候 在你沒設防的時候 他選擇慘弓兵害鬧你 你可能就會傷到緊急 而相公兵的部分雖然他沒有拇指環 但他因為有我們看到的 銀貫科技的加成關係 所以他的相公兵 在對上其他文明的 公兵實際上並不會落於下風 甚至他打步兵和騎兵實際上也不弱 這算是孟家人一個蠻特別的單位 然後他有安息人 安息人可以讓我們看到相公和 那個叫就是他的這台戰車 就是孟家的寶兵 都可以獲得安息人的一個加成 所以說孟家的相公整體的強度實際上是很可以的 硬度也很可以 到帝王時代你要玩相公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 只是玩的玩家沒有那麼多 畢竟相公的食物造價太貴了 巴士的食物對於 城堡時代的一些玩家來說 那個食物消耗太大 除非你是玩什麼 布達佩斯 就是前期有兩個市民東京開局 那你玩相公可能會好一些 因為你變成你升級到下個時代 你馬上有屍屯 這個大家可以考量 就是相公這個單位 到城堡時代中後期就可以開始慘 當然缺點就是你開始轉兵會有陣痛期 一對一的賽局這種陣痛期是不能夠被忽視的 馬舊部分 他的馬舊也很特別 他沒有駱駝也沒有騎士 這兩個都沒有 許而代之的是他有一個抗性比較高的毛相符 而牧家的毛相符通常會建議要搭配 弓箭手或者是我們看到的僧侶去做一個協同 因為毛相符本身他算是一個很強大的坦克 就是你就算有幾兵好了 你少量的幾兵還是不可能換得贏幾隻毛相符的 你或多或少還是會受到一些傷害 當然毛相符本身他的招架遠過於歧視 大家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食物的消耗上多了50 雖然黃金少了 但多了這50的食物對於 孟家來講他的成本實際上還是蠻高 除非你的地圖是屬於黃海 或者是布達佩斯這種可能地圖邊緯是有魚群 可以額外獲取食物 不然的話毛相符這個單位在城堡時代還蠻難續集的 而其他科技他有品種有跟蹤技術 就他的毛相符移動速度也不會太慢 工程器具製造所的部分 他有裝甲戰象也有中型投資車有中型弩炮 缺點就是沒有火炮 而他的工程戰象也受益於銀貫的加成 以及我們看到這個額外傷害的減低25% 這讓我們看到孟家本身可以靠象兵當作主力去作戰 但這種情況在單挑場蠻難見 因為第一個點就是工程戰象的成本也很貴 130的1595的黃金 而我們看到毛相符比起來成本變更高了 當然他拆建築物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甚至因為有這個額外傷害減免的關係 就是孟家人的裝甲戰象不太怕幾兵和駱駝 當然也就是沒那麼怕 該跑還是要跑 海拳的部分 他的海拳整體和一般的其他沒有海拳家船的文明是相似的 唯一的特色就是這個 船艦每分鐘回的力會百分 就是回15點血量 這可以讓他的船 例如說你的奴炮船可能殘血 你讓他到你的港口附近等待個可能幾分鐘吧 三四分鐘至少可以回差不多快一半的血 你就可以讓他繼續的作戰 就是他會讓你的船的整體蓄上力變好 但不代表說你有優勢 因為第一個點你造船的費用和其他沒有加成的國家是一樣 然後你又沒有船艦的額外什麼血量提升或攻速提升 所以孟家他的奴炮船 我們看到的火戰船這一些 雖然科技是有的但沒有額外加成的 就是這個回15點血量只是讓你拉扯效果變好 不代表他真的強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除非未來官方把這個血量回復量提高 就是譬如說改成回個30點血之類 因為在我們看到的前期 這些船都有100點血的情況下 每分鐘回15點我覺得是太少 你可能回到30點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看官方未來會不會調吧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調整 然後剛剛講他沒有重型 剛剛好像沒有提到 他沒有重型爆破船 但他有船屋和造船員這些 所以打大後期就是前期會弱 大後期至少該有的科技都有 就是沒有重型爆破船有點可惜之外 至少其他的船都還能用 那學的部分科技很齊全 沒有火炮塔我覺得還好 所以目前 目前世紀力國2的版本 沒有火炮塔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因為火炮塔這個單位 在1對1的場合實際上沒什麼人蓋 甚至在多對多的賽局蓋他的比例也不多 因為第一個點他的升級非常貴 800的食物400的木材 然後他蓋又是消耗石頭又是消耗黃金 他如果石頭消耗少一些 可能在賽場上蓋的人會變多 就是第一個就石頭太貴了 你要花這800的食物400的木材就算了 你還要額外花石頭和黃金 這對於帝王後期中後期 你所有的石頭可能會選擇蓋城堡的情況下 這個建築物現在我覺得沒那麼強 城堡的部分他有一個東西叫戰車 戰車僅需要消耗60的木頭60的黃金 然後有人問那他的近戰攻擊力怎麼算 你把他的遠距離攻擊乘2就是他的近戰攻擊力 但相對性的戰車他是受益於兵工廠提升幅度最多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的近戰是吃近戰的攻擊 遠戰是吃弓箭手的射箭攻擊 所以說雖然他的近戰攻擊是10遠戰攻擊是5 但你還是要去升近遠防的一個科技先 正常情況下的孟加拉他應該會優先選擇升攻擊防禦 然後和他的生命 這就是馬舊裡的血統 這三個東西要優先升 而同等數量的戰車 戰車的數量可能你有10到20台的時候 你和其他國家的騎士兌換實際上是換得贏 所以其他騎兵系文明大家就多注意一下 如果孟加拉他已經去到可能20幾輛戰車 你就不要期望靠你手上的20隻騎兵去跟他換 普遍的狀況是孟加拉戰車可能會有點損失 但你的騎士可能會損失殆盡 因為孟加拉他可以選擇一部分的人用射箭的方式先射箭 然後把前排那一排的騎士 不是騎士 他前面那一排的戰車轉成近戰狀態跟你兌換 所以孟加拉他並不太怕某些文明的騎兵 甚至有一些駱駛文明 只要孟加拉戰車願意甩 你也很難打贏 這個大家就多注意一下就好 孟加拉的戰車我覺得整體的強度是蠻可以 然後他有幾個比較特別的點 很多玩家可能對這件事情玩的比較少 所以不知道 一個點是他是可以受益於我們看到的安息人 就是安息人的戰術 所以使孟加拉的戰車在後期他擁有堪比重裝騎士的 比重裝騎士還高的防禦力 但缺點就是他還是會怕戰毛手 因為他本身還是有戰毛手的一個 就是他還是馬攻所以他會被戰毛手克制 這個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他不會因為切換他就喪失了馬攻防的這個缺點 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然後他的升級費用很便宜 有800的15800的木材 所以你如果選擇玩孟加你要玩戰車戰術 你到帝王時代 該點精銳還是得點精銳 因為他的這個提升幅度實際上還蠻大的 第一個點就是提升血量 他提升10點的血量 然後又提升攻擊力 這兩個實際上對於孟加拉的戰車來說提升幅度很大 但孟加拉他不太適合你同時的把所有的戰車轉進戰 或同時的把他全部都載遠程 因為孟加拉戰車他的一個問題在於他的單位碰撞體積比較大 比起我們看到的騎兵或者是馬攻比起來 孟加拉的戰車碰撞體積是略大於馬攻的 甚至還略大於騎士 所以你並不能夠像馬攻一樣可能巨堆戰凹口 你還是必須要拉幾隻騎士到前排去阻擋對面的騎兵 就是你要拉幾隻戰車去對抗敵方的騎兵去做一個騷擾 這個大家就多注意一下 所以孟加拉他的戰車我覺得算蠻強的 他算是一個挺強勢的單位 而且生產成本不貴 62木材62黃金 而且他換我們看到部分國家馬攻也是換得贏 因為他的整體三位和裝甲好太多了 這個我覺得先前官方我的印象是有削弱的 我印象他先前血量好像是125 現在好像被改成115 就是他的血量我的印象是有調過的 沒有像以前那麼高的 但孟加拉的一個問題就是他沒有威力 所以孟加拉城堡 從那一咒 另外一個就是他沒有弓兵 這兩個科技我覺得稍先可惜 好 然後剛剛派有提過 這個效果就是拇指環 你可以把它當作指對於戰車和大象單位的拇指環 這個升級會讓戰車的整體傷害幅度提升蠻多的 因為最早一剛開始的戰車他的近距攻擊速度和騎兵對砍是偏劣勢 但隨著你升級了這個科技之後你可以選擇要嘛用戰車拉打 要嘛就是你如果是正面要追擊對面騎士 你可以選擇把部分的戰車切尾進戰模式去砍對面的騎士 這個銀貫科技是近遠戰 就是對戰車來說都是有加成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試著玩玩看孟加拉的戰車 好大聖佛教這個科技我覺得目前是偏貴的 雖然他有一個給村民和生女人口減少10% 但我認為800的木材650的黃金太貴了 就是太貴了 因為你以木材的消耗和黃金的消耗換算來說 你把這一些物資拿去換戰車或換其他的工程器具 就這樣講好 你拿這一些物資只會減那10的人口 你還不如多殘疾來巨頭 這在單挑賽局很明顯 就是這個科技在團戰上可能會有一點 但在一對一賽局來講我覺得是個非科技 就是你看看吧 這個價格800的木材650的黃金 你至少可以產三台的巨型投資車 然後可能再外加一個奴炮團之類的 還有一些木材 這個我覺得價格上來講 我覺得大聖佛教現在還太貴 可以再減一點點成本 或者是他只消耗木材和食物 因為在帝王時代三黃金變成一個比較稀缺的資源 因為你的村民可能已經開始準備停了 你的這一個消耗黃金 然後又消耗比較多的木材這件事情 我覺得成本上來說是太高了 就是這個科技正常玩家應該不會再單挑賽局點 修道院的部分他沒有異端血縮 其他科技都有 所以整體來講是可以玩的 第一個點是他畢竟有這個 僧侶三點進防三點遠防 所以他的僧侶整體在城堡時代有45點的血 三點的進防三點遠防 九點的射程實際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他如果是對抗其他騎兵文明 你打偏防守的策略來說 你的僧侶是一個很好的抵制手段 甚至如果敵方是馬弓型的文明 你也可以考量拿你的僧侶去招對面的馬弓 這個收益實際上還是有的 經濟加成的部分 他沒有二級太史 除此之外科技都還蠻齊全的 所以他打的海圖不會很劣勢啦 但就是不優勢 畢竟你的團劍加15點血量我覺得是太少 就每分鐘回15點血量還是太少 你還不如把它改成加15點神秘 我覺得可能強度會高一個檔次 當然我覺得官方應該是不會那樣做 那本期的內容差不多到這邊 就是孟加恩 孟加恩算是我在印度王朝資料片 玩比較多的文明 我們撇除印度斯坦這種是從印度改革出來的文明來說 孟加恩應該是我玩最多的 就是以印度王朝資料片的文明來說 他玩的應該是我第二多版 就是撇開印度斯坦 加上印度斯坦他應該是第二 而如果要撇除印度斯坦應該是第一 就是我玩過比較多的印度文明 那本期的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內容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歡迎下面留言 我基本上都會回應 那本期的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下一期應該就連 到法蘭克然後就波西米亞波蘭波斯這一群 好啦那就先這樣吧 那麼我是羽人下一期再見吧 我來看一下 感谢观看